欢迎你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在来讲 你在政坛你当然都要有野心 这只人物有野心我觉得是对的 那现在来点兵点将 来看在民进党的这个阵营里头 有几个人是未来的明日之星 其实现在他就已经在放光芒了 我们要讲的是 桃源市市长郑文灿 最近他动作很多 据说他不只是关注他自己室内的事物 他全国啪啪噪 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整理出来的 在11月9号他跑去哪里 跑去澎湖 还去拜会澎湖的前县长 还有庄角 地方庄角都去拜会了 11月20号跑去云林去探访企业 那时候大家都说 你有没有可能会接下一任的隔魁 你是下一任隔魁的热门人选吗 另外在11月26号 他又跑去金门了 我知道其实金门在桃源 有非常多的人 就是说金门人很多人是移民到桃源的 同乡会 对 同乡会 所以其实郑文灿经常跑金门 这点是没有错的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 他也跟我讲这件事情 只不过你在那里畅谈两岸议题 不是说你不能关心两岸议题 而是感觉上你在放怀 你的心胸可能放得更大了 你的眼光放得更远了 是不是在布局什么呢 一直到12月4号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他去高雄了 他去高雄看陈希麥吗 他们去看高雄的软体科学园区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 你可能你的这个眼光放更远 不只是合魁而已 有没有可能2024 你真的已经下手在布局要选总统了 这个动作非常的密集而且平板 就表示郑文灿他不会选 我还以为你说郑文灿就会选 你这样子太过招摇 而且郑文灿他奠定自己的经养 他还知道他的威望是不够的 历练是不够的 选总统 而且前一次我们从头开讲就说 这个陈水扁总统跟马英九总统 他们做完八年之后 立刻就政党轮替了 所以蔡总统他一定要 希望他的蔡英文路线能够继续 然后第一次能够交棒成功这样子 谁能够去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这个不是郑文灿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第一个是民党的派系 这个郑文灿属于新潮流没有错 可是新潮流上面还有人 賴清德在他上面 賴清德的这个历练跟志异 都在郑文灿之上 如果郑文灿去接班 前者想他去接班 比郑文灿资深的人通通都买单了 所以都不可能说他跳过去 你跳过去那么多人 那些被你跳过的人如何示好 所以刚刚我们看这个郑文灿 他已经没有把桃园市政 放在他的第一要务 这个就是所有的桃园市议会的 这些市议员们 你们要检讨 你是在做什么 你看看韩国瑜以前在高雄 那种转到这样 大家要给黄近平 没有好好监督 村长也是 对 没有比较大 对不对 柯文哲在台北市议会也不好过 经常被修理 被问一些问题 你们桃园市议会在干嘛 让他闲到说他可以这样子 全国啪啪噪 然后大家怀疹你到底是不是要选中 我刚刚不是跟前子开玩笑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你棒打出头鸟 你太多的动作 而且我必须提到韩国瑜的障碍 包括侯友宜 包括郑文灿 他们都被制约住了 你要不要做好做满 你没有做好做满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这个对韩国瑜非常的残忍 非常的不公平 可是你看到我们这些问题 同样的问题去问侯友宜的时候 侯友宜他一定犹豫的 你要不要连任 还是你要选总统 因为现在民调 民调比郑文灿高是侯友宜 郑文灿他往后排 所以你同样的问题 在问郑文灿的时候 你要不要接隔魁 你如果要接隔魁的话 台湾市长如果 当然不用改选 因为25号很快就到了 他不用补选 中央可以派人 可是你没有做好做满 那个落记是跟着你一辈子的 所以我觉得当蔡总统 那个接班替罪 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苏森汤的问题 苏院长是岌岌可危 第一个要观察的事情 就是临时会开完之后农历春节 如果苏仁昌能够撑过 这个农历春节 也许他能再做一阵子 下一个时间点就是520 他一个一个时间点 会影响到整个蔡总统 他接班的布局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蔡总统 他的在民进党的威望 不是说他多么的请政爱民 而是蔡总统他能同时 摆平所有的派系 赖清德跟郑文灿的问题 就是他们成也新潮流 败也新潮流 当他们要去接这个大位的时候 其他派系像郑国会 苏系他们会怕说 你如果当了总统 你会不会分一点给我们 你有没有办法像蔡总统一样 这个语录君瞻 但所有的派系都服服帖帖 有没有可能 这个是考验 这个新潮流的最大的关键 如果用人和 或者是说谁的人缘比较好 或者是能不能让派系 乖乖听话或语录君瞻 我看起来 我自己私心也觉得 郑文灿看起来是 比较像是那个人 因为他都臭臭 然后看起来像一个弥勒佛 而且是在蓝绿之间 他比较能够这个绿 蓝银可能比较能够接受他 我现在讲在政治人物 或者是在商界里头 你看郭台铭 郭台铭不会有人说 他是绿君吧 他应该算是蓝君 或者是蓝的友君 那他自己可能也自询 自己是中华民国派 你会发现我都没接话 来继续 现在这个 陈卉文一直在那边 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可是我要必须讲 你看看郭台铭 他还在讲说 郑文才来 他一直给他竖大拇指说 好官 这个两个人还紧紧握手 称兄道弟 他要来投资他们的航空 这个航空城的 换我了 太好了 这个以上言论 就该会的言论都跟前置无关 也跟T台无关 去年郭台铭跟谁称兄道弟 他去年郭台铭跟谁讲说 大哥拜托你 大哥请你帮忙 你是我铁打的兄弟 谁讲的 他去年是怎么去拍韩国瑜的 现在去拍郑文燦 我想郑文燦不是笨蛋 这人太知道 对吧 你一支水火里 那些都是场面话 那刚刚前子讲说 郑文燦蓝绿通吃 我是不这么认为 他在桃园做了什么 那天柯P 那天刚好我没来 柯P在台北市就被问 柯P也怒了 柯P讲说 为什么桃园的电动车 补助比我们多 我们是首都内 那为什么桃园补助那么多 全国补助最多 为什么桃园的人口会成长 桃园的福利好 那就是吴志阳当年留下来的 去让郑文燦掛到我买 我就大撒币 我就拼命举债 就发钱给你们 郑文燦是拿你的钱发给你 拿你来感谢他 桃园的市民我知道 如果是我 我前一阵阵要买一台机车 我去问老板 老板说你有便宜吗 你通行吗 叫我看一台 通行保座的多 为什么 撒币 所以我完全不避讳谈 蔡总统是靠政绩连任的吗 显然不是 不然怎么做这么大 郑文燦是靠政绩 拿到这些什么民调吗 也不是 就是撒币 这些东西真的 他能够 蓝绿都服郑文燦 前子这个我非常保留 而且就算有 对不起 就算有郭台铭的背书 我认为这个是 没有用的 不过郑文燦 因为撒币 或者是说收买人心 我们可以知道 他人口快速的成长 很多是从台北 新北过去的年轻人 因为台北新北买不起房子 或者是说这个桃园 他的这个补助非常多 这个我们都知道 只是刚刚慧文讲到一个重点 他大撒币钱哪里来 钱哪里来 因为桃园深直辖市 所以他整个市 以前是桃园县 他县市之下的预算 举债的额度都不一样 他就是这样做 很简单 他做本来我们在郑文燦 他当前之前 本来那个铁路 台铁他规划是高价 已经花了很多钱 准备做高价化 郑文燦说不行 高价化不行 通通改地下化 那个高价化的钱 通通浪费掉 改地下化之后 你的土地征收等等 那些东西 我想这个教授是专家 我都不好意思讲 那些东西 大家赫到买死 所以我并没有 影射郑文燦如何如何 我是要请大家去想想看 郑文燦他在桃园所做的 你看我们台湾这么小 大陆你很熟 大陆有四个自家市 我们台湾这么小 六个直辖市在像话 然后因为这样直辖市的升格 就是当初吴志良 他去摘的这个果实出来之后 变成郑文燦说我让桃园 桃园多了二十几万人 连郭泰民也称赞他 可是大家去想想 刚刚前者的话 这些人他为什么移去桃园 之前他们在拼200万的时候 是有抽奖的 你把户口牵到桃园 那时候六都都在抢人 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大家在牵户口 所以乱七八糟 这个就是表面功夫 所以我不是说不看好郑文燦 如果他要去接行政院长 我觉得如果是民进党 跟蔡总统要让他接班的话 你直接让他选总统 其实是害了他 你让他增加重要的力量 因为他之前是 这个行政院的新闻局长 他是因为丑闻下台的 他新闻局长那时候 行政院长是谁 就是苏贞昌 所以他今天讲说那个什么 打房那是他建议的 其实他跟苏贞昌 因为苏贞昌比较偏心超流 他们是长官部署的关系 他并没有去抢苏贞昌的风采 我觉得他比较 要向去帮苏贞昌挡刀 这我建议的 抓红丹这个 因为红丹那东西 并不是我们全国各县市都这样 比较严重的是桃园跟新竹 尤其是新竹 朱贝那边 所以我想这个郑文燦 当然这个前述我们很难 让所有的桃园市民 原来郑文燦是拿我们的钱 发给我们 这个很难让大家 对 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 但是故意你相信我 我说的是真的 是 我们所以那个 如果说现在有时间 可以让这个 辉文跟郑文燦说两句话 你要怎么劝他 还是把这个桃园市市长 给做完吗 一定要做好做满 这是一定的 一定要做好做满 对 而且他要想办法 摆平其他的派系 如果他要走 更远的一步的话 好 以上立场 以上言论之代表 陈辉文立场 不代表本台立场 好 接下来跟大家讲的 刚才这个辉文 有提到一点点 就是打房这件事情 昨天我们也在讲说 政府因为看到 现在房市过热了 所以祭出一些大绝燊 希望可以冷却 或者是要降低民怨 因为很多年轻人说 过去买不起房子 现在更加买不起了 我先讲一个想法 比如说我们在做 财经领域的一个研究 我们一定会每一步每一动 会去思考后面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资金回流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钱都跑进来 台商回流 要买地 要买场 其实想也知道 接下来的房价 一定会持续的往上攀升 那当然建商就会看到这个风向 他就会进来大量的推案 可是现在政府跳 我先讲第一个数据是 奇怪 政府越打 房价越猛 你知道今年预售屋 就是我们讲11月 预售屋的推案 是比10月还多 900亿 北台湾是900亿 北台湾 然后10月是500亿 那就是你越打我 我推案越要推给你看 那到底是政府打房没有效 还是它的趋势就是这样往上 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想 去做这件事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政府的 刚才我们有列一个那五个政策 我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 五个政策来一下 来一下 他说看得到 查得到 刻得到 出得到 我们现在政府做这个还满厉害的 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应征 他们来帮我做一些美编小编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脸书 什么很需要这种功能 这很贵 这好几千万 真的吗 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漂亮 而且这个 但是我们仔细的去思考 这里面的东西 很多都是本来就在做 譬如说 而且请问一下 十价登录本来就在做 对 我也觉得纳闷 好 那你说预售屋要全面纳管 这个可能是要做进来 你说住得到 社会住宅不是本来也在做吗 房投机本来不是就在做了吗 房治 房市资金浮烂 强化贷款审查 这个机制本来就在做 所以很多东西是本来就在做 甚至我讲预售屋纳管 是本来就应该做 预言潮红丹炒座也是本来就应该做 可是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 好像就是说你看这个房价上来了 我们要来做这件事 我跟各位讲前几个月 其实央行的副总裁 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市井说 这个房价如果一直往上 其实是不好的事 你们不要觉得是什么经济的火车头 而且这个排挤效果 但是问题是 马上就有一个人跳出来 央行总裁说我们其实没有要打房 然后政府也跳出来说 其实我们没有要打房 不要误会 误会 为什么 因为担心这个 万一不小心打房 这个建商倒就惨了 对不对 这里面我要讲到 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什么基金 什么劳动基金那个 不是有扯到什么保家集团 像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营建公司 它在台湾它就是政商的人员 都非常好 人脉都非常好 保家就跟苏文昌跟曾文燦 他们都有很好的关系 那你今天打房打到谁 打到我的好朋友吗 金主 我地主 我的好朋友 建商 我的好朋友 营造 我的好朋友 原物料进出口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打房打他们怎么会对呢 真的 所以我要什么时候打 是 陈彦这样讲 让我勾起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小英总统 2019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 五大金主 前五大通都建商 没错 不能随便让打 所以不能随便让打 所以现在打 我觉得时机还不错 因为你就在趋势上 我不是不打 但是他趋势太旺了 我压不住 好 所以我就针对那些 叛乱分子 比较小的 因为推玉收入 推草红单这种 我们发现大部分 都是比较小的建商 我们查了一下 都不是我们金主名单 这都是我们自己猜测的 我们自己猜测的 好 谢陈彦猜测 对 我的猜测 不代表前职或T台的立场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发单 120万 现在这120万就跟我 就跟我违规右转 开了一个红单的概念是一样 那个是不痛不痒的 1200 而且我在想 就是说我们房子这件事情 对全台湾的民众来讲 是一件大事 但是它的效率 从我们台币进来以后 会衍生后面所有的效益 都是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那他现在来做动作 快还是慢 我们就做一个对比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查那个牛肉面好像效果 速度好像很快 很快 效果也很快 赶快 我们这个屏東的猪农 这个也很快 可是为什么这件事 想了这么久 然后谈了这么久 才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好 那现在你要打房 我刚才讲那五条 其实都没用 我直接讲一个最简单的 就从两件事情着手就好 第一个断金流 什么叫断金流 我今天投资客要 草房一定是投资客多 对不对 我今天要草房 我要贷款 你从银行端 直接给他断金流就好了 我的审查要非常非常的严格 你敢吗 你做得到吗 因为现在贷款量 房贷贷款量最大八大行库 就全部是公股银行 你有办法施压吗 他们如果你愿意施压 其实做得到 那为什么不做 这第一个 第二个土龙 建龙 我就讲土龙 建龙 你合得很严 你不要给他过 那不要过建商还有办法吗 问题是一样八大行库 做得到吗 我们讨论就不行 再来我们再讲 囤房税直接实行就好 他说不行 你要考虑租屋族 对 为什么 蘇建龙说打击囤房 也要顾虑租屋族 这个我也看不懂 好 其实很简单 房东 房东都是很有势力的 在台湾还是这样 所以今天你囤房税 房东就涨价 他就把租金给涨价 但问题是你要有配套缩司 你可以给租屋族减税 你可以给租屋 提供更多的社会住宅 来辅助这些租屋族 所以他不是说 我刻一个囤房税 他就影响到这样 因为你旁边配套错事没做 所以当然如果我今天 这个增加囤房税 会影响到租房主 可是实际上 增加了囤房税 到底影响的是谁 还是房东 所以政府都在做假球 都在打假球吗 说要打房都是打假的吗 还有我们的新政院院长 是不是带头造谣呢